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主队员把球破坏掉了 横梁阻挡了这次是门 人算不如天算啊 是啊 门框与门将的合作那是相当默契啊 好机友 眼看着皮球已经越过了门将的试制关 最后却被门框挡在了外面 真是非常可惜 他们错过了取得领先的绝好机会 能传出个好球吗 防守队员抢先拿到了球 但威胁没有解除 进攻队员马上要来拼抢了 这脚传中啊没有躲过防守队员 比较射门 这个飞升扑就真的是让人热血沸腾 好门将啊 球直奔进区剧了 有没有机会呢 直接传到防线背后 好机会 天时地利人和 这基本上就是带着一个球的领先优势 开始比赛啊 带来看一下他们这次经典的反击战 拿到球之后 整个右手转弓的过程非常流畅 在防守队员巨大的压力和干扰之下 他还是把球送进了对方的打门 真是好球啊 比方现在变成了1比0 漂亮的跳船 这个突破非常漂亮 这个传中没有成功 被防守队员挡住了 直接开到了禁区里 这就是高压的效果啊 球权又抢回来了 对手犯规了 裁判给了任一球 还怕手下留情了 没错 以他之前的表现换作其他采判 可能早就被罚下了 门将把对方发出的任一球 牢牢抓住了 扎到了对方前场 有没有机会呢 这攻防转换的节奏还是快啊 这攻防转换的节奏还是快啊 边路现在有很大的空间 王嘉丽 王霜 楼家慧 王山山接到球 后卫在关键时刻把球解围出了危险区 对手犯规 获得任一球的机会 对手犯规 获得任一球的机会 飞出了边线 楼家慧 脚下非常有活啊 距离很近了 好球 现在他们两球领先了 再来看一次进球回放 这个球传的实在是太到位了 直接穿越了对方方线 机会出来了 但是同时也要面对防守队员给他们的压力 这一次他们应对的非常出色 把球打进了 优势扩大 比分变成了2比0 他们这个球啊还在耐心地寻找机会 并没有急于往前打 这次进攻啊又是没有结果 球权交给了对手 队友跟上来了 对手都会球权 终结了这波本来极具威胁性的进攻 球权要回到他们脚下了 球传进来了 世界上十大未解之名 为什么门将不守门呢 再看一下进球的过程 成功地摆脱了对方的防守队员 这一次他拿球过了门将 打空门得手 看看比分 上半场一边倒了 看看他这次内切的效果 他把他给了界外球 好的一次成功地抢断 老家慧 这绝对是顶级球员才能做出的过程动作啊 没错没错 掌心越远 这才叫持球推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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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 这才叫我们跳出的 这才叫奇球推进啊 这个传冲球被挡住了 这是个手抛球 一高人胆大 在禁区里完成了抢断 再办事宜不识一分钟 看看出球的效果 上半场比赛结束 比分差距很大 下半场比赛又开始了 这45分钟里边 估计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对呀 球被防止队员铲断了 李孟文 张欣 在一路带球狂奔八百余力啊 彭梁啊 真是门家的好朋友啊 还是需要更有质量的进攻 他们今天实在是运气不佳 这个球他们的组织配合 和最后的射门处理应该 应该说已经相当完美了 但无奈皮球还是被门框挡出来了 这没什么办法 这么近的距离 都能把球打丢 他射门前真应该抬头 看看球门在哪儿 这球踢得可有点离谱 可不是吗 唐嘉丽 孔球权又发生了变化 一次抢断过后 球又到了他们脚下 传给了王珊珊 这球能进吗 漂亮的防守 他阻挡了对方 在禁区边缘的一次威胁 场上出现了伤情 裁判明哨中断了比赛 裁判将要坠球恢复比赛 双方交换了球权 这手现在拿球 萨拉 古纳尔 斯多蒂尔 这个直赛队友已经心理神会了 这一球有了 好的传球手就是这样 只要一出脚就能创造威胁 就像这个球一样 最后的这条推射更是漂亮 简直球场上弧线的艺术 双方目前的比分是3比1 达尼 布伦亚 斯多蒂尔 进球机会来了 门将证明了自己 这脚蛇门的质量还不错 但对方门将的反应也是非常快 没有什么明显破绽 门将这样的表现啊 全队的信心那都会提升的 可以起脚了 好 球 又一个 分差已经被拉得到了三个球了 回方来了 看看这脚球传得是非常漂亮 直接穿越防线 他在门前拿到了打门的机会 由于距离球门太近了 对方根本没有办法能够阻挡他 比赛呈现了一边倒的局面 下半场已经进行了20分钟了 比赛时间还剩下25分钟 边才明察秋毫 攀了越位 王珊珊 成功地找到了空档 好的 这球又有了 分差已经到了四个球了 再来看一次进球回放 这个球传得实在是太到位了 直接穿越了对方方线 射门的这一下也非常值得夸赞 对方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 他都完美地应对了 找到了机会起脚射门 目前双方比分是5比1 把球铲出了边线 对方来发界外球 常规时间只有最后的20分钟了 打尼布伦亚斯多蒂尔 这球能进吗 他这个球是怎么打门的 这种距离都能直接送到门将怀里 说不定是因为门将气场太强 给的压力太大了 直接把球朝防线的身后掉 边才的棋子举起来了 这球跃位 应该早点传的呀 浪费了队友的跑位 距离很近了 门将扑了一下 但是球没飞远 这次的攻势收效甚微 门将这个球处理得很稳健 这个球本身打门的机会也不是特别好 因此威胁看起来并不大 看到门将这样精彩的放过 来了 这球进了 看下回吧 这样的反击战 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啊 最后还修了一下脚法 推射 将球打进 目前双方比分6比1 黄珊珊 张欣 拼抢成功 他们拿到球权了 他们抢断了对手的传球 黄珊珊 唐佳丽 一脚直接直接打穿防线 越位了 太可惜了 很有威胁的一次进攻 团和跑的节奏没有对上 跑得太心急了 他们决定现在做出换人挑战 这球过得太轻松了 防守队员完全蒙了 精彩的门前就显 反击的机会来了 还在上演长途奔袭 反击都来了 防守队员还都不在位置上 危险啊 打中力柱了 唐佳丽 篮杰毫不犹豫拿到了足球 中场哨声没有响起 捕食两分钟 比赛结束的哨声响起 他们最终拿到了晋级资格